今天我介绍我们家是如何做韩国辣白菜的 这个牛皮还是可以吹一吹 我做的这个辣白菜绝对比超市买的好吃多了 这还是20多年前刚来美国时 一位韩国美女教我做的 不过我实在是受不了鱼肉和虾酱的臭味 我用这种没有味道的虾米来代替 而且我后来发现加一点韩国豆瓣酱味道会更好 白菜叶一片一片的分开 然后切成很豪放的大块 这个时候不用洗 因为最后我们要洗很多次 加盐拌匀腌制两到三个小时 或者直到你看到白菜的体积只剩下一半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开始洗白菜了 姜买回来后不管是放西温还是放冰箱都很容易坏 我现在都是把姜洗干净以后擦干水分放冻箱里冻起来 用的时候拿出来先让水冲一下 然后用这个磨柠檬皮的rister来磨 这个很方便而且磨出来的姜特别细力 压着梨削皮切大块 然后放入搅拌机里和大蒜还有虾米一起打成梨 当白菜的体积缩小到差不多一半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洗白菜了 一般来说洗三到四次就可以 这个时候你可以尝一下白菜叶差不多咸度合适 白菜帮子稍微有点淡 白菜洗干净以后沥干水把所有的调料都倒进去搅拌均匀 除了葱你还可以加一些韭菜味道也是非常好的哦 搅拌好的辣白菜这个时候就已经是很好吃的凉拌菜了 但是最好吃的我觉得还是第二天和第三天 做好的辣白菜放入玻璃容器里 蜜蜂好室温发酵一晚上 接下来就要放入冰箱里冷藏 我个人认为辣白菜最好在一周里吃完 要是一周以后还没吃完的话就最好了来做豆腐宝 这辣白菜是非常爽口的开胃菜 但是自从疫情来以后我这体重是撑撑撑的往上涨 哪还需要开胃啊 但是我忍不住啊我就是喜欢吃这个辣白菜 说说家里常年备辣白菜 谢谢观看我们下期在山里见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